这事何征兆 崇林 你还打算继续瞒我吗 帝君他没有回来 及时约我成亲也就算了 再次得到他的消息 就是他即将要羽化 你让我怎么相信 一个在太成宫的管事会 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就算是一个普通人 他也不能好端端地说死就死啊 崇林 凤九与帝君兜兜转转纠缠这么久 无论如何总要给他一个结果 如果你知道什么 请你告诉他 崇林 都告诉他吗 此事还要从三万年前 那场大战说起 话说当年 魔尊渺络不服帝君独尊之位 不惜大肆杀戮 挑起神魔之战 帝君在封印渺络之时 秒落遗留了两丝红气 一丝变化成元神血泪 被封印在魔族禁定里 而在神魔之战中 诞生的婴孩 神石中 则沾染了另一丝红气 在神魔之战中诞生的婴孩 不就是 不就是我吗 可是 这同帝君与话又有何干想 帝君也是在阿兰惹之梦里 才发现 碰九殿下与渺络的这份渊源 无知小儿 妄想封印本尊 东华 你我之间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出来 你终于出现了 你终于出现了 只要做个了断 便做个了断再走吧 帝君心知无法一直困住渺落 这些年来 只有多次加固封印 想要延歇时日 只是没想到 渺落功力恢复的 远比想象中还要快 既然渺落功力大损 又被帝君封印 为何回复得如此之快 渺落步步为营 他先得灵弼时 再趁阿兰惹之梦破碎之时 拿回凤九体内的红气 最后拿回魔族圣物血泪 得以冲破封印 而这一开始 我和帝君并不知晓 在大婚前 帝君被击横以他父亲的龙龄 为要挟 去见他一面 帝君难忍饥横 以龙龄要挟帝君 不得娶凤九殿下为妻 帝君最终将 饥横的秋水毒 全部毒到自己身上 让他永世不得离开魔族 谁知 魔族就在此时出了乱子 所以 帝君当时留在魔族 不是为了饥横 而是为了渺落 帝君心里从始至终 只有凤九殿下一人 殿下 您可知秋水毒速解的方法 速解便是解毒人 将他身上的毒 一概毒到自己身上 再自个儿服药服担 苦修解毒 帝君便是用这个法子 宁愿让自己过上一身毒 也不愿让魔族公主 扰您一丝清静啊 当年帝君之所以要下凡礼节 便是因为他封印妙异渊时 所耗费的修为太多 您也是清楚当时的种种 帝君的修为 到最后都没有完全修复 自他醒来 便一直在为彻底 净化妙异渊做着准备 几十万年的浊夕 便是帝君需耗上 他毕生的先例 和至少一半的先缘 可后来 他却退去周身九层法力 为小殿下拟入阿兰惹之梦 待你平安归来 已是商商加商 而后 他又将这秋水毒 引到了自己的身上 秋水毒并不是最难克制的 最难的是 中了秋水毒的先者 若是要将失去的先例修复 所耗的时间将是平日的五倍 苗洛自出封印后 便不断地修炼邪术 稀释他人的先法 可帝君自泛因谷回来后 却一直在受伤 根本就没有时间修复 他只能以所剩的先例 及全部的先缘 与之抗衡 难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